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网友们共奋的 激州岛敞篷车事件 2019年11月9号 为了今年交往300天 球内与崔某去了激州岛 因为是特别的纪念日 男朋友崔某就借了一台白色的敞篷车 开始了在激州岛的第一天行程 然后在11月10号凌晨一点左右 发生了改变两个人命运的车祸 突然被一个巨大的响成吓醒 跑出来一看 发现车辆被完全撞毁了 根据报警的据名表示 两个人称坐的车辆冲上人行道后 撞上了石墙 最后撞上了停在马路上的耕耘机后 才停下来 那么坐在车里的两个人 状况会如何呢 这是当时在现场的居民拍下的照片 从照片上能看出来 男朋友崔某好像没有受重伤 正在站着跟警察说话 但是坐在副驾驶座的女朋友球内 却在现场照片中看不到 因为敞篷是打开的 所以女生被弹了出去 那个时候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 是昏迷状态 她跟男朋友不一样 从车中弹出去 直接坠落在马路上受到了重伤 虽然有紧急送医急救 接受了十多次的大手术 但是因为脑部受伤严重 始终没有恢复意识 在2020年8月23号离世了 因为当时男朋友是酒后驾车 所以一开始警方是以酒驾事故 处理了此案件 但是在两个月后 这个事故变成了事件 球内的家人以杀人未遂 对男朋友崔某提购了 在整理妹妹遗物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看了一下手机里的录音 结果发现到有一个11月10号的录音 时间也刚好是发生车祸的那个时段 我们来听一下录音内容 在300日纪念旅游的第一天 就宣布要分手的男友崔某 以及不想要分手的球内 接下来要播放一段 在刚才前面那段对话一个小时后 崔某在开车 球内在副驾驶桌上的对话录音 请engo跟 teleport 当地又让我看 你想我bu ,你至스가收得到 真的很想那几次 这是电视 夜情 或者 就是和anta 车 赶快 快 然后在手机里发现到一个影片 让姐姐更加欢迎崔梦 这是在事故前拍下的影片 求婚礼的姐姐表示 为什么在要求微笑的时候说了要左转呢 实在是不能理解 这里根本就不是下坡也不是急转弯 又没有下雨下雪 因为实在不是什么可以发生车祸的场所 而且当天从出发地点到事发地点 是需要两次的左转 所以姐姐认为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而更让姐姐怀疑的是 在事发后男朋友催谋的行动 11月12号我跟家人去了妹妹的家 但是发现密码换了 因为妹妹家的密码被人换掉 家人们就去确认了CCTV 结果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画面 男朋友催谋前后两次进入了妹妹的家 姐姐马上打电话给催谋了 为什么换了俺家的密码呢 失去旅游之前换的 不是那个时候换的 昨天晚上我也有去确认 2580那个 嗯我都确认了 刚才因为要见房东所以我给换了 为什么怕会进去拿走 所以给换了 谁拿走什么 怕拿走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谁谁会 家人们 因为当时警方正在调查这个事故 所以家人们就怀疑崔某想要毁灭证据 强烈要求警方调查一下 然后奇怪的事情不只是这些 在事发后 崔某给求俺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崔某来电话说自己会救活俺 但是现在俺家人都没有来医院 所以我就说了 你在说什么 俺的姐姐说已经在吉祝岛了 为什么家人们都不在医院 不知道但是我会救活他的 你知道我跟俺是要结婚的吧 所以我就说了 嗯 他接着说 自己要成为事实婚关系的话 在警局需要证人 问了我能不能帮忙作证 这位朋友表示 穷某年虽然有带男朋友参加过几次朋友们的聚餐 但是从来都没有说过结婚之类的事情 然后在事发之后 为了处理租车事故 租车公司的职员有到医院见过崔某 当时崔某是怎么说明事故经过的呢 崔某在确认的时候说过 两个人都有系安全带 但是以我看来 副驾驶座并没有系安全带 那最初到达现场的警察是怎么说呢 那位男性非常认真的协助调查了 因为发现到有酒味 就问了他是否饮酒 他马上承认喝酒了 因为在现场 崔某的血中酒精浓度为0.118% 所以警方就以酒后驾车事故 处理了此次案件 但是在事发一年五个月 植物人状态的穷乌内离世后 这个事件又有了大反转 检方以杀人罪起诉了男朋友崔某 检方表示 在事故之前 崔某与曹某曾有过争吵 崔某知道曹某没有系安全带后 故意加快车所引发了事故 导致受害者从敞篷车里弹了出去 而崔某在法庭则表示 因为喝了太多酒 不记得自己开过车 而在事故后才知道自己开过车 崔某的律师也在法庭表示 两个人已经决定要结婚了 不会因为小小的争吵 就做出那种事情 当天只是因为天太黑 没有及时发现到石墙 结果发生了事故 没有系安全带吗 是为了让他系安全带而说的谎 并交出了在碰撞之前崔某有踩刹车 跟急速转动方向盘的记录 表示并没有故意引发事故 我们来看一下 航空网友们的反应 说完没系安全带后 马上就有RPM上升的声音 真的太可怕了 听到笑笑看微笑后 就算是不高兴 一般人也会说 什么笑笑看 现在不想拍照等话 怎么会说要左转呢 这不就是计划杀人吗 最可怕的是 在女生尖叫弹出去的那一瞬间 男的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正常应该会在无意识中发出尖叫 或者是Unea这样的声音 这不就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女生有录音的习惯 就代表与男友交往的过程中 有理由要留下录音证据 应该就有可能在这事件之前 男友就做过令人可疑的行动 对于激州岛敞篷车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事件的第四次共判 将在11月4号召开 我会继续关注后续的 好